今天前面的话 主要要我来跟大家介绍 这个LAM这个工作标志软件 然后具体就包括六个方面 首先是LAM的一个点击 然后后面是按钮分析 包括科技文献的分析 然后金融数据方面的分析 然后高效教育时空数据的分析 然后还有产业集聚的分析 产业局这块主要是陈怒博士来介绍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工作流 如何制作工作流 这个主要是Bollow才介绍 然后现在我们制作这个工作流 实际上主要是基于科研与教学资源集成平台 为什么需要这个平台的话 主要是实现这以下三个方面的目标 第一个实现数据共享 软件共享和一个科研成果的共享 因为实际上在科研数据共享方面 通常我们在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数据的授权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有限共享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数据一个敏感的问题 然后大数据的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是在单机上 或者是个人在PC上面 如果是存储这些数据的话 就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或者有一定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需要构建这样的一个数据共享中心 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同时能够在实际的科研项目 就是在构建科研项目生产的一些数据 能够实现数据的共享 因为这些软件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和局限性 包括软件的授权 包括这个兼容性的问题 可能就经常会存在 就是在我的机器上面 安装某些软件可以 但是到另外一台机器就不能使用这个软件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软件的更新 一个维护的成本 所以我们就需要这样一个软件的一个共享的中心 所有的软件都集中在一个云平台上面 然后所有的人只需要登录这样的 他们就可以使用这些软件 之后就通过这个数据 然后还有一些软件 我们之后形成一些科研成果 就基于这种工作流的这种形式 能够实现这种科研的一个重复可复制 然后可以扩展 同时能够有利于这种教学 能够实现最终实现高效 艺学还有可扩展 那么这个现在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集中平台 当然也是要数据实验室 可以叫数据实验室 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的话主要是存储个人或者是公共的一些数据 它还有一个下载一个中心 用户可以分析一些结果 可以下载或者是文件下载到本地 用户也可以选择新的一些上传 上传一些数据 然后到这个实验室 第二个就是应用中心的话 主要就是安装了一些 可以定制化的一些软件 当用户有一些需求的时候 比如像我们GIS领域 就很多需要装 ArcMap ArcGIS Desktop 然后GeoDar这些GWR这些分析 面向于地理分析的一些工具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在这个实验室中心的话 就在这个数据实验室 已经安装了现有的这些软 GIS的软件 然后包括还有包括Jubyter 像R这种工作流的软件 工作流软件 还有Nine 然后第三个就是一个信息共享中心 信息共享中心主要就是能够与外部资源 包括其他包括像Dataverse 包括像Chair Data Online 这些外部的数据资源 实现这个数据的一个共享 然后其中的话 在这个我们这个数据实验室的话 其中工作流的构建和案例的分析 创建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模块 那么现在的话 当前有一些主流的一些工作流的一些软件 这个表格的话是 密西根大学赦宾就是赦宾博士 他做了一个对比 然后包括现在主流的像Kettle GeoCettle以及像Tabular 然后Altarix 他做了一个比较 然后主要就是我们Lime 其实我们现在这一次主要介绍就是Lime这个软件 包括就是对比的内容 包括上面这些 他是否可 是否是免费的是否开源 然后通过是不是针对研究人员 他会有一个免费的license 然后他那个流行程度 然后他那个开源的社区的活跃程度 然后他最近满点之类的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 虽然太远的话 就目前的话就这上面主要上面四个 然后Kettle和GeoCettle Kettle主要是针对非空间数据 这样的一个数据处理 数据转化的一个工具 ETL工具 然后GeoCettle就主要针对是空间数据的 然后另外的话 甚至不是他又针对数据的输入输出类型 然后数据操作 然后还有数据处理 然后以及是否对一些基本的回归模型的一个知识 还有经济学习的知识程度 以及R和Python是否能够进行一个扩展 以及他像那种Chats的一个可视化 以及最好生产报告这样的一个对比 之后就是 当然下面的话 有一些像AutoRex 这些软件的话 他对这些知识比较好 但是他毕竟不是 Open Source不是开源的 需要一定的费用 那么像Nime的话 在这里面是还是 各方面的 还是取得了 比较好的一个 相对其他来比较好的一个 优势在各方面 所以我们就介于此的话 所以我们就先选择那种Lime 做工作楼的这样一个软件 那 好